提到黑潮 那我來講一下黑潮 雖然我目前是在做地熱 那我寫過文章 大家上網可以去找 那我的講法就是 2030年台灣的地熱是20GW 2030年台灣的黑潮可以達到10GW GW就是1000GW 核一廠是0.6GW的兩倍 因為兩個基礎 核二廠總共是兩個GW 核三廠總共兩個GW 核四廠總共2.7GW 所以我沒有講錯 黑潮2030年有這樣的技術可形成 而且目標只要我們去立法 達到10GW 地熱可以達到20GW 那我的文章就是 用黑潮及地熱來取代核電 大概在三年前發表的文章 那剛剛有誰提到 就是說誰在做研究等等 海洋大學科永哲教授 那他目前是台灣船舶中心的執行長 台灣船舶中心的執行長 他就是在做這個黑潮的研究 那很不幸 很不幸 我們的國家目前是這樣 地熱的研究總共是1億 黑潮多少我不知道 更少 我是說國科衛 地熱總共是1億 而我們只是把這個核會到這樣 要送出去去這樣 理論一下是100億 這就給大家參考 謝謝